歡迎收看小義大利中原餐廳 哇 超大超漂亮的 不過冬天來啊 樹葉有點黃黃的 有點蒼蒼的感覺 夏天春天來應該非常漂亮 而且草地應該都是綠色的 哇 在這裡辦什麼Party啦 戶外婚禮啊 聯誼啊 都超棒的耶 沒想到餐廳啊 後面有一大片 這麼大片可以拍照地方 難怪啊 一開就超多往美來這邊拍照的 難怪我注意了 遍詞的部分 是5-3Music 哇,我们单点的海鲜汤来哦 这碗海鲜汤啊 哇,我颜色看起来超漂亮的 这碗150块,上面还有这个 我本来以为这是蜘蛛耶 超可怕的 不是啊,这那个 螃蟹,软壳蟹的 上面有软壳蟹,然后过鱼软,排款面包 还有这紫色的,这个是什么 紫色很像应该是那个 之前很流行的野豆花吧 嗯,这碗海鲜浓汤有点辣辣的 然后里面是一些花枝啊,洋葱 西芹洋芋 嗯,吃一下这一只螃蟹 这碗海鲜吃起来还不错,没有太多腥味 超大一盘的 这一盘呢,490块 对啊,一个沙拉如果快500块的话 你不大股一点会被骂死 哇,上面的 嗯,好香哦,那个味道 蝦子啊,草莓啊,乳酪啊,水果,酪梨 哦,东西是真的非常多 嗯,哇,他们的水果那个 优格酱啊,吃起来酸酸甜甜的 哇,好多汤气的草莓 嗯,吃一下这个蝦子 它这个蝦子啊,另外用胡椒盐橄榄油拌过之后再放在上面的 嗯,很用心的 看一下我手上的这个饮料 这个饮料180块,超像调酒 这个叫做黑天堂、甜酒、飘苦、冰淇淋、明咖啡 哇,超老舍的 哇 嗯,这个咖啡它非常漂亮 吃看看这个炸海鲜 哇,里面是什么,里面是 蝦子啊,花枝 嗯,鱼肉 吃一下这个,花枝的饺 嗯,这到底吃起来超酥的 哦,这有蘸酱,根本就是 Tabasco嘛 酸酸辣辣 哇,这间包厢也太帅了吧 这个是专门为了品酒而开的包厢 哇,这间包厢也太帅了吧 哇,后面啊,满满都是红酒,而且一个 这个,专属的座位 旁边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景观可以看耶 超棒的耶 桂丁鸡鲨鱼腱 意大利面奶 我还想说鲨鱼腱是什么 原来是这个 它的面啊 很像那个鲨鱼的那个旗啊 叫鲨鱼面 应该是吧 看一下 厉害哦 而且它的面啊 都是他们自己手工做的耶 这年头啊 自己动手做的手工面 意大利餐品啊 已经快举种了 小意大利真的是很厉害 非常在乎意大利面 这一块鸡都是桂丁鸡耶 一个桂丁鸡的鸡胸 超大一块的 它这是茄汁,带点辣味 这桂丁鸡鸡啊 好软哦 里面非常多汁耶 这应该是用苏肥的 苏肥完之后啊 这间上色啊 就可以吃了 哇 嗯 好嫩哦 而且桂丁鸡啊 现在很多米其林餐厅都在用 它纤维纸吃起来比较软 不会像肉型那么糟糕啊 吃起来就真的还不错 不过价位啊 差蛮多的 贵点鸡啊 真的很贵 哇 另外一个菜来咯 这个菜叫什么 勒雷雅松脂绿龙海鲜小蛇鲜鲜面 这名字真的超老实 为各位介绍一下 哇这个 这个 这个颜色居然是 紫色的意大利面耶 这个 也太 太特别了 我只能这么说 它用的是青酱 哦 哇 青酱超青的 我觉得青酱里面啊 又带一些那个 海鲜的味道 不过这个紫色的面真的是 这算紫色吗 算吧 哦 这紫色面上面自己做的小蛇面 可是好奇怪哦 它这个面跟酱是分开来的 果然 这面吃起来 完全没有味道 只有咸咸 应该要把一些 面啊 沾一些酱汁 嗯 那面啊 蘸到青酱汁啊 就好多了 不过这个面 太软了 我们现在啊 往二楼方向 二楼啊 是厕所 哇 二楼厕所也是非常漂亮 各位看一下 整层楼都是厕所 这边 南侧 南侧真的很可怜 就这样子而已 什么都没有 不过女侧啊 从外面看就是非常漂亮 超大一间的 这个比我房间还要大 不过他们很贴心啊 准备这一个 这是 生荡人士专用的厕所 哇 二楼除了厕所以外啊 还有个电梯 难得有找到比我脸还大的 甜点 哇 这个是什么 老派 提南米酥 在意大利餐厅吃饭 最后一定要来个提南米酥 他说这是老派 真的是非常老派 而且啊 这一个啊 两百多块不贵 两到三个人吃而已 他还建议什么 建议说酒量可以增加 因为他说 意大利人的酒啊 都加得非常的重 这个 手指饼干 哎呦 这手指饼干 看起来应该是现成的 然后去泡了咖啡酒 哦 超酒 吃看看 嗯 嗯 哇 这酒味真的很浓 哇 那酒的味道 还有一点点杏仁的香气在里面 而且这个马斯卡碰 嗯 非常的不错 吃起来 不会太甜 吃起来就很像什么 很像啊 我在那个歌剧院可下咖啡啊 吃到某种点点很像 我是廖帅 我们就在小意大利中原的老派提拉米苏公结束最合合哦 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 拜